HELLO 大家好,我是TEN 今集的模擬市民四傳奇模式有點特別 因為原來我有兩集,足足兩集是把麥克風搞錯了 搞到聲音入得很差,或者是收得很不清楚 我亦都很難去剪,所以決定了我把所有聲音剪掉 以講解的形式來說,我們這次玩模擬市民的東西 上一集說到哪裡呢? 我們兩個男女主角結婚,去蜜月旅行 去到一大半了,我們已經去到叢林裡面 然後因為我們發現走到好入,然後去到泳池那樣的問題 現在就是這個開始的位置 我們一直都在安排我們老婆去到處發掘一些東西 因為發現原來蟲林是會有很多很特別的泥 可以讓我們去掘東西的 而掘完之後呢,其實可以去廟室那裡 找到一張工作台,可以讓它去做一個考古的動作 可以將那塊原本一塊不知什麼的石頭 可以變成一塊,可能是一些化石,或者是一些遺跡的物體 而當我們安排完蟲林之後呢 我們打開一個House Hole Collection 會發現底部是多了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是蟲林才可以找到的一些collection 而蟲林這個地圖其實是沒有餐廳 所以我們吃東西要不就回去自己煮 要不就去巴巴吃一些很特色的食物 我應該裝完這個資料片之後應該會有些新的菜式走出來的 而在旅行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老婆已經是有了的了 時間過得很快 三天兩夜的旅程呢 其實去一去走一走的Jungle已經完結了 我們都不會再延伸任何的旅程 我們決定留下一次再去的 所以這次我們就先回家了 一回家當然是第一時間買個櫃 然後把我們在Jungle裡面所找到的一些遺跡 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都放進去 而在我們開始找到少少錢的時候 我們在想不如做一個生意的發展 所以我們就周圍去找一塊地 可能暫時找一塊小一點的地 然後讓我們去開一間小小的店 我們就看中了這個地下 但是由於資金的問題 始終買了一塊地 其實土地只剩下兩千多元左右 比較鬆一點 其實沒什麼錢去建牆 因為牆其實很貴 於是我們就很目標為本 就只要建一塊鐵架 建範圍 那圍當我們是一個露天的擺攤 對 好像超市一樣 整些架 不知怎樣 然後就直接放這些產品上去 就等人買了 希望慢慢可以賺到少少少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整個漂亮的店 暫時都是一個露天的形式 然後我們就會把厚花園的收藏品 慢慢地搬到這間店上架 我們可能會考慮 我們會把自己的收藏館 當成一間店 好像人家的博物館 不是博物館 好像美術館 其實我放了一幅美術館 但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賣給你 一來可以賺到錢 二來可以做到收藏的巨店 開店其實真的沒什麼難度 你建立一個職業 你按了Open Business 那些人什麼都不用做 自己送上門 我發現我什麼都不需要理他們 最初就拼命和他們聊天 發覺太浪費時間 我個人認為 因為時間是不夠用的 你們自己站在那邊看 看完喜歡賣的 我便過來打電話給你們 所以我之後接拍來的日子 我都不會推銷客戶 由得你自己看飽 這一刻真的很救命 因為我們來之前 忘記讓老婆去廁所 所以我們沒有錢去建一個廁所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花蟲的物體 給她去餓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老婆其實她的人生目標是做作家 我們開店是很無聊的 可能有些人做生意 可能發覺我開店 不可以經常問你 有什麼對的 其實我家裡一家人 不會做的 除了玩手機之外 於是我們買了一個電路 讓老婆在空餘的時間 可以繼續寫書 時間過得很快 老婆在轉彈間便可以生 她這次是生了一個兒子 名字叫做Canon 其實我們起名也是根據 一些順著英文字母排列 例如第一代是Alex 第二代是Billy 第三代也是用C 所以用Canon 生了一個小朋友 我們覺得其實是未夠的 所以我們決定再生了第二個 當我們安裝了電腦之後 我們發現有個情況出現了 就是那些人 其實他們是 躲在電腦上 就不去看商品 而因為Billy 她是要升職 她就需要提升她的技能 所以我們決定 不要浪費這個技能 不要只是煮食給自己 我們把我們那間店 亦都加開了一個角落 可能是用來放點心 甜品 或者一些菜 亦都放了一個廚房 不是 是應該放了一個雪櫃 放了一個爐頭 放了一個煮食台 給她 讓她可以即場煮完之後 可以拿去賣給別人 那間店越來越多東西賣 但只有老婆 其實人手不太夠 因為她做事比較慢 所以Billy在她下班 不是 應該說她空餘時間 或者在休息時間 她都會下去幫忙 兩個人負責 一個負責去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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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事情就快點 可以賺錢賺得快點 很快地 Cannon仔已經長大過兒 我們可以看到她 轉眼間 已經變成了 由一個嬰兒 變成了一個小朋友 很少的小朋友 可能幼稚園 幼稚園的狀態 抽小朋友 絕對不是一件意識 而抽到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也是更加難的事 我們可以看到 Cannon仔 其實她的天賦 應該是一個欣皮的小朋友 由我們看她吃青豆 那一下 已經看到她那種幼稚園的程度 有很多人都很希望 自己工作的時候 可以帶自己的小朋友 在身邊 因為他們希望這樣 可以培養到 之間的關係 以及可以看著小朋友 但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並不是的 可以看到我們的小朋友 在我們家門口 我們其實是一間店 但她在我們家門口 搗亂 弄髒的地方 然後還要媽媽 扔下客人 然後走出來 說小朋友 其實這樣是不是 事倍功本呢 另一邊 Billy仔也很老實 在她所謂的 小小的私人空間 不停製造這個蛋糕 真是看路一眼 看路一眼都不行 看來我們開店 去賺更多的錢 其實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我們看到其實 有很多客人上門 亦都幫我們 平均一天可以賺到 大概幾百至一千 暫時幾百至一千 左右 遲些如果商品貴一點 相對地 賺錢的時候 就應該會更快 可能賺到幾千元一天 接下來 因為會有兩個小朋友 都需要幫忙洗澡 所以我們就把企光賣掉 讓她改成一個浴缸 可以幫到她洗澡 空餘時間 老婆就會有空 去幫小朋友 Parenting一下 希望她變成一個 有禮貌的小朋友 還有有責任心 本來我們是打算 買一些玩具 給小朋友玩 我們看到有吹波波 我們打算是給小朋友玩 誰知其實是一個成人玩具 即是給一個大人去玩 小朋友完全沒有互動成份 這次的模擬市民四轉奇模式 先說到這裡 我們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麥克風的問題 搞到變成了這樣的情況 我們下次再回來繼續玩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繼續看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